观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啊 我们在思想先驱报上为大家介绍了一个话题 叫做外交官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这一期节目也是我们思想先驱报开播以来引起最大关注的一期节目 当然一方面是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当时的一条突发新闻 希尔曼女士特别突然辞职 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现在大家对于中美之间关系的某一种紧张和担忧 在今天早些时候我特别注意到来自华盛顿邮报有这样一篇观点文章 其中披露了沙利文与王毅在维也纳会谈幕后的更多细节 今天呢在介绍思想先驱报的主题之前 我们先为大家简单介绍华盛顿邮报这一篇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一些内幕情况以及一些报道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维也纳会谈可以说是时间非常的长 在两天之内中国方面说是谈了十个小时 美国方面说是谈了八个小时 而据华盛顿邮报的专门作家所了解到的情况 这一次美中官员就如何解决乌克兰战争 避免此事对两国都造成灾难 就谈了好几个小时 此外呢中美双方还特别讨论了双方如何看待 他们是怎样误解对方的全球野心的 哎对于对方到底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澄清 据说台湾问题也是这一次会谈 极富争议的一个要点 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这一位资深专栏作家伊格纳提斯介绍 在维也纳进行的这一次谈率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拜登政府过去是专注于建立美国的军事联盟和美国的伙伴关系 但是却很少与北京进行建设性的接触 而同时当中国宣布与俄罗斯建立所谓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的时候 却回绝了对于其未来最重要的这一个超级大国的这一次沟通请求 那么在维也纳的这一次对话有什么不同呢 在作者看来这是春意盎然的一次会谈 未来可能会启动一系列中美之间的高层交流 为什么这一次会谈可以取得成功或者是部分的成果呢 作者提到了一点就是沙利文和王毅两个人都非常自信 可以脱稿交谈 谈得很深入 谈得也很实际 在这个十个小时的讨论中 他们把其他的日程都放到了一边专注于中美之间的问题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得到了彼此上司的授权 沙利文这一边有拜登总统的充分信任 而王毅也有习近平的充分信任 他们两个人可以就敏感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用作者的语言评论 似乎是找到了一种超级大国之间讨论问题的语言 那么据作者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一次详细讨论了乌克兰战争 而中国也再次向美国澄清 不会放弃俄罗斯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 中国明白冲突不会在战场上解决 而是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政治解决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在本周已经派出了李辉特使 前往基辅莫斯科还有其他几个欧洲国家 而美国官员预计中国这一次派出特使去不是直接调解战争本身 而是对于俄罗斯的行动进行某一些制衡 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文章也认为 如果习近平决定是时候结束这一场战争 那么附近就没有什么选择了 而据作者了解到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工方面对于中美两国的接触 始终抱有一种怀疑和畏惧态度 而同时根据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这一位观点作者所介绍的相关情况 中国领导人在背后也在辩论美国力量的持久性问题 而美国官员特别注意到的是中国的一位资深前外交官傅莹女士 此前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 似乎是以比较这个隐晦的语言 质疑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怀疑另外一个国家的持久力 那么这篇文章后来啊被从傅莹女士任教的网站上删除了 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傅莹女士因此受到了某一种训斥 或者是在内部的某一种调理 但是在美国官员看来这个问题显然在中国内部是有所争议的 哎到这里我先停顿一下 我请教和平先生 第一华盛顿邮报的这一位资深的观点作者 伊格拉提斯先生 他们提出了几点 第一呢就是维也纳会谈十分重要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王毅和沙利文都得到了上级的充分的授权 哎第二点呢就是谈到有关于中国和美国到底谈什么 乌克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同时啊也有两个超级大国要对彼此的全球野心进行一次开诚不公的交流 到底我们之间有怎样的误解 而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有关于中国内部对于美国持久力的辩论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美国官员所关注的要点 两方面的这样的理解你觉得是不是可信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认为他关于美国方面的消息是相当可信的啊 或者是至少是部分可信 原因就是美国的官员和中国的官员不一样 美国的官员呢 是在一种媒体的这样一种顺利中间成长起来的 所以美国的官员能够善于利用媒体来去释放那些本来是释放的消息 而在这方面中国是非常笨拙的啊 中国是习惯于非常僵硬的啊 是人都不会看的消息啊 就是非常的可怕啊 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 他确实得到了一部分的这个来自于美国官方想释放的消息 双方确确实实是啊 黑中不公的直接就问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人的职位啊都相当于国家安全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呢 他跟外交部长的职位还不一样 外交部长嘛就更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 基本的规范突破性不是那么大 也要遵守一些一些条条框框嘛 那么国家安全顾问就是总统身边的一个人 可以直接的交谈 那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啊 这一步交谈就要出事情了 没有任何理由的 莫名其妙的 只会自己伤害 也会造成世界危机的这种僵局 是不能继续下去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 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这个办论总统 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授权给两位 类似于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这样一个官员直接交谈 是非常值得肯定一个事情 但是这篇文章里面有两点我是有质疑的 第一点 说派李飞过去啊就是要制约这个莫斯科的行为 我觉得这承受是想当然 第二点是呢说富英的这篇文章 我呢是在早几个月之前似乎在中文网上面有这么一个流传 那么富英副外长当过副外长也是中国外交部系统第一位女性的政府级官员 那么他这篇文章呢就说啊如果说他不要唱衰这个美国 我认为在中共党内啊 都是有基本的共识的 只有完全不了解美国 不了解当今世界的人 才说 啊 美国完全不行了 或者美国要怎么怎么样了 真正了解美国情况和世界主持人都很清楚 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 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 要有任何国家取代它 在短短几十年之内都没有看见这个国家 法国会取代吗 意大利会取代吗 英国会取代吗 印度会取代吗 你中国会取代吗 你看一个美国的问题 你可以说啊 我们天天对着美国 美国问题一大堆 那你比比别的国家呢 你就发现美国的地位 在相当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 只有被取代性 这个问题啊 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们可能忘记了 傅颖女士当时所说的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简单为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回顾啊 其实呢 是当时傅颖女士在一个论坛进行了一次演讲 但是演讲之后呢 就在啊 清华大学的一个叫做 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就公布了傅颖女士当时演讲的部分节选内容 但是呢 这些部分节选内容啊 有一些就引起了中国网民很大的讨论 比如啊 其中傅颖女士据说啊 说中国人要想清楚 中美一旦决裂 还有没有国家会站到中国一边 不要总把精力放在畅衰美国上等等等等 同时啊 又说 说中国人对于中美关系啊 用自己的脑袋想清楚 第一是要想清楚 第二是要美国跟美国讨论清楚啊 同时要说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现在呀 有美国衰落论 而美国是不是衰落了 这是人家美国自己的事 中国决定不了美国衰落 不会因为你天天说人家衰落 人家就真的会衰落 中国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问题也很多 别总把精力放在畅衰美国上 没有必要互相踩 同时呢 傅颖女士在演讲中也说啊 说啊 两国需要相互合作 同时也得帮助世界 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 她说呀 中美和好肯定是有利于中国 哎 这个其中的一些观点 我们说像刚才何明先生所言一些是常识 比如说你唱衰美国 不会因为你唱衰美国 美国就真的衰落了 自己中国的问题也很多 等等等等 我觉得相对来讲啊 比较有争议的是 第一 中国美国决裂了 不会有国家站在中国一边 这显然呢 可能是对于很多网友而言是一个比较刺激性的观点 特别是还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位前官员 第二 又说中美和好肯定是有利于中国 这和现在的一些中国官方或者是非官方口径所体现出的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抗性是长期的趋势 中国美国不可能再重新回到两国交好这样的状态了 似乎是有一些出入 但是啊 我比较不清楚的一点是 复英女士当时这个演讲的完整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因为发在网上的是一个节选 这是一点 第二呢 这个文章是发表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国际安全中心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 所以完全是捏造的呢 似乎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的时候人在演讲中啊 特别是一种比较自如的内部演讲啊 说话有的时候啊 前后啊 缺乏一些严谨呢 包括上下文呢 不是很完整的表现出意思呀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那网民的从中挑选出一些 让人觉得比较有刺激性的句子啊 对于这个复英女士本人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或者是和中国现在现有的一些政策路线 似乎是有所偏差和其异 导致这一篇文章被审查或者是被取这个下架啊 那我觉得也不是完全说是对于复英女士的内部的某一种批判 这一点何明先生你怎么看 他也没什么好批判呢 反正已经退休了 就是我觉得你刚才有一句话讲的非常的准确 就包括我们在这做节目 对吧 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专业的顺利 但是你毕竟是水口来讲 不是根据稿件 所以你出现某一些偏颇 你真正整理文字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 比如说慧女士说 如果中美之关系对抗 中国完全没有朋友 这是没有一个常识性的话 你知道吗 那北朝鲜还有一个中国呢 所以当然了 你西方就不一样了 因为西方是彻底同胞制度 同胞制度就跟北约一样的 不管321 你被侵犯了 我就帮助你 它是这样一个给你 中国采取的是一个不结盟政策 但是中国在全世界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有一帮朋友 那何况是今天呢 所以这句话要么就是当时的女性的表示不完整 要么这个讲话可能就不存在 我们不要因为清华大学一个网站发的就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也有这些胡闹的编辑胡闹的人 搞不清楚状况发生出各种情况都有的 那我知道慧女士是第一呢 她是了解西方情况的 她在英国在澳大利亚也当过外交部副部长 她也到美国来过 她也接见我一些朋友就跟她交谈过 但是一般来讲呢 她还是算相当谨慎的一个官员 不会讲那么一个出格的话 不像之前 我战争之前一个中国驻武看的大使 前一大使的 那根本就没有基本水平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但是呼应不算直列 但是如果呼应是真的那些民族极端分子 整天创生美国 整天好像美国完蛋了的人 他讲一番气氛性的话也是可能的 所以在完全看待某种场景之下的一个讲话 我认为这个并不会改变中国的基本认知 中国的基本认知就是说 不会说美国就完了 或者也不会说美国就很快衰落了 美国即算是衰落也有几十年时间 如果几十年我们就不需要讨论了 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多少人都不存在了 所以一般来讲十年之内 美国有没有可能衰落 根本不可能的嘛 对吧 所以这种意义就是说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的问题是一方面 正常的声音 理性的声音 知识分子或者是研究者的声音 完全被打压了 只有两种声音出现在中国媒体上 一种是胡说八道的 这种民策主义 就是说完全是造谣 我可以说整天就造谣 整天就没有消息 我昨天随便看一个中国的金字套条 那上面有一个说 谢尔曼国务卿下台 是美国阴盘分子下台 完全跟事实相反 这种东西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是普遍性的存在 不是孤立的存在 因为他们为了吸引眼球 好像只要嘲笑美国里面的事实根本不过 第二个就是中国纯粹的官方的那种官方腔调 你说这两种声音 所以如果根据这两种声音 写成中国简报报给总统 那总统一看这个国家不可理喻 今天欧美开什么会 中国都是土豪问题 什么造成的 当然有西方的问题嘛 看不起这个东方的崛起嘛 焦虑中国的崛起嘛 但是你中国自己做了什么 你中国是一种强硬的官方语言 和一种 存在的无厘头的 这个名策语言 你当然要西方越来越产生担心嘛 越来越恐慌嘛 你这个国家到底要干什么 好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暂时讨论到这里 但同时这篇文章 还透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我们一并为大家总结 有这样的一种观点 认为中国是希望延长乌克兰战争的 认为这符合北京的利益 而这个问题呢 在作者看来在美国内部也有讨论 但是现在美国官员认为 他们认为有关于中国 希望乌克兰战争尽早结束 认为乌克兰战争不断延长 对于自己不利 这种说法在北京占了上风 也就是现在美国官员认为 中国是希望尽早结束乌克兰战争的 这是作者透露的一个要点 而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呢 以前那中美接触往往是集中在一些比较软的问题上 比如卫生气候变化呀等等等等 但是这一次拜登总统鼓励沙利文就核心问题与王毅进行接触 其中包括乌克兰等问题 也就是这一次维也纳会谈之所以意义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双方不仅仅谈的是有共识的问题 在没有共识的一些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进行了接触 而据作者介绍 美国这一次在维也纳发出的信息是强调我们一定要沟通 沙利文还特别赞扬了王毅对于沙特和伊朗之间竞争的调节 并且解释说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 美国不可能发挥像中国这样的作用 但是欢迎中国被缓和地区冲突所做的努力 那我们看这就有两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信息 第一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不光谈的是可以谈的问题 有一些平时我们不容易谈或者是我们双方有很大分歧的问题也谈到了 第二点就是这一次沙利文特别像王毅强调的一点就是欢迎 中国在地区和谈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并且强调了为什么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美国是做不到的 而这个角色只有中国来承担 这就是一个比较让我们看到正面的一个信号 对我认为这个是半年总统也好未来的美国总统也好 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的机会是存在的 中国的习近平也好不管他今天遭到多少人的批评 他是也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 为什么?因为人类已经找到了一个 你是大家一起合作来面对全球的问题 一起来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化、走向民主化、走向法治、走向合作 还是说我们技术语言对以前的这种成名法则 对抗、互相竞争、互相消耗 就到了这个关口 如果这两位领导人 无论是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是不是习近平 还是美国未来的总统是不是半斗 只要这两位领导人把脑子真的想清楚 有一点基本上的人类的这样一种基本上的认知 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 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机会 全球化已经把大家捆绑在一起 什么突高啊、什么新冷战啊 甚至现在的去风险化 这都是非常故事的一种做法 但是你要这样做 光是美国领导人不行 光是中国领导人不行 一定要是两个领导人 坐在一起全部谈清楚 所以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什么国会、国事访问啊 甚至苏利尔、沙利文和网易 都应该为未来的铺钉 只要做一个机会 两个领导人在一起谈三天三夜 谈三天三夜谈清楚 把双方的各自的优势讲清楚 各自的权势讲清楚 中国冲什么、美国冲什么 对吧、富博性在哪个地方 对全世界的作业有多大 如果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人类真的是会完整改写 但是很显明过去这几年 这两国的领导人都在丧失机会 别浪费时间 回过头还得回到原始的起点 双方只有合作 才有机会 好,谢谢和民先生的点评 那有关于华盛顿邮报的这一位专栏作家的文章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过去几年里 我们在西方媒体看到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西方媒体 对于中国的报道 也会提出一些批评建议 特别是有的时候 他们对于中国的理解 似乎不够的深入 那么之前呢 我也看到有学者评论 说现在有关于中国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习近平到底是怎么想的 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从这个角度而言 今天的思想兴趣报中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本习近平的传记 其实呢 就是希望弥补有关于习近平的一个叫做资料的空白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到底要把中国带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这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要陆续为大家介绍的 来自华尔街日报中国记者王春翰先生的一本新书 名字呢叫做Party of One 目前还没有中文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议称啊 我们先把它叫做一人之党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说到王春翰先生 实际上不管是我也好 我们的同事也好 和平先生也好 我们都是王春翰先生的长期的读者 那么呢他一直专注于报道中国事务 在二零一九年前呢是驻扎在中国大陆 接触到了很多中国的学者专家政策人士以及前官员 但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呢他报道了习近平的一位表亲叫做齐鸣 在澳大利亚涉嫌涉堵涉诈的一起案件 那么在此后不久呢中国政府就吊销了王春翰先生的新闻采访资格证 王春翰先生也就被迫离开了中国大陆 尽管呢中国本身没有明确的说两件事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是呢外界普遍认为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随后呢王春翰先生是搬到了香港 此后在新加坡有长期的聚居继续报道中国政治以及习近平的领导 王春翰先生本人啊实际上是新加坡人 因此呢中文和英文是他的双母语 他本人呢是在英国受到的教育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政治历史 可以说啊不管是文字还是对于中国的了解 都是相当全面的这样一位啊知识性很强的记者 同时啊我们也非常欣赏王春翰先生的一系列报道 就是他的报道不夸张 有这样的一种专业媒体人的平实感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啊 我们介绍的很多的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专业报道和独家报道 其实呢都是出自于王春翰先生或者是王春翰先生以及他的同事之手 那么这一次啊王春翰先生出版了有关于习近平的传记 我呢也是非常的兴奋 在第一时间呢就联系到了王春翰先生本人以及出版社 获得了这一本书籍的提前预览版 也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 这一本书在美国的正式出版日期是这个月底五月二十三号 因此今天有关于书中的各种各样的细节 我们先不做更多的这个详细的介绍 等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后 我们再为大家一次独个痛快 其中啊有很多的章节有很多独家的分享内容 我们会陆续在思想心虚报中为大家披露 同时啊也希望大家如果想对王春翰先生的这一本书有更多详细的了解 可以按照亚马逊商店的购买链接 美国呢应该是在五月二十三号之后就可以购买了 而同时呢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一本书有的时候已经出版了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习近平到底对于党是什么样的态度 为什么他要在自己的任内集中权力 这本书中介绍啊 习近平在作为总书记的首次公开讲话描述的党的形象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在他看来党当时是充斥着贪污腐败 不仅仅是充斥着贪污腐败而且与普通人已经脱节 也被樊温乳节所削弱了 诶这一点呢我想问请问何平先生 你认为习近平对于当时党内所出现的腐败状况 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樊温乳节 这样的一个雷弱的党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 非常正确就是到了这个江泽民时候啊 他就是急于拔脱的那种政治僵局 1989年64之后 人们已经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可以说是心灰意冷 或者说呢甚至群慕的一种愤怒绝望 很多人离开了中国 很多人在中国就找不到出路 但是在郑小平晚年他就发动了所谓的南巡 给了江泽民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 这种高速经济发展呢 软化了人们的政治热情 人们就开始投入到了经济经济中间 但是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甚至可以说呢 对市场的经济也缺乏准备的一个国家 但是中国人的勤奋 中国人的努力 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聪明 让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但是同时要腐败混乱也随之而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从社会也好 从经济和中国面临一个到胡锦涛的好奇 大家都有一句话叫做 要不要几股穿花 要不要把其他问题就要给下一届 那么因为呢 胡锦涛没有拿到权力 上有江泽民还有余威 下面有习近平要来开始接他的班 再加上胡锦涛本人的能力和个性 很多因素加在一起 那么胡锦涛时候的问题是越影越烈 所以现在很多人想念胡锦涛 想念江泽民 其实想念的就是那种腐败的 同时又相当自由的这么一个空间 一个时代 那么但是到了习近平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 要么就像胡锦涛这样 继续混下去 经济也甚至还可以继续起飞 继续发展一段时间 原来社会空间越来越大 有可能会走向某一种民主 或者是走向某一种法治 但是我并不看好他 那当然习近平在党内 就更加呢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当时候呢 我的判断是 即算是我对习近平本人 缺乏一个非常真切的完整的了解 但是我认为习近平的集权 几乎成为一个必然 除非你就让中国这个炸弹炸掉算了 就变成一个呢 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陷阱 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点评啊 其实刚才和民先生所说的也是 王春安先生啊 在有关于这一段技术中 所表达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当时党内出现的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在外界看来 可能是一个中国长期存在的 某一个定时炸弹啊 在党内很多精英 甚至叫做太子党内部都在讨论 党的灾难是不是已经迫在眉睫了 王春安先生在书中就透露了一个 我之前没有听说过的一段往事 这呢是在习近平掌权的前一年 当时有几十位红二代 在北京的中央商务区 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后裔 这样的一个会议啊 那么其中的红二代啊 不仅仅是啊 包括党内那些大人物的后代 包括部长和将军的后代 还包括习近平同父异母的一位姐姐 叫做习前平女士 那么为什么要召开这一次会呢 那么其实这一次会啊 是为了纪念打倒四人帮啊 召开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研讨会 但是啊 当时这一些红二代的人呢 在这一次会上啊 就对党内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那么其中啊 有一位前劳动部长女儿叫做马乔丽 她就说啊 说现在我们的党啊 就像得了癌症的外部医生 外部这个外科医生 一个外科医生不能自己给自己切除肿瘤 需要别人的帮助 没有这种帮助就不能长期生存了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王川先生在书中记述 这些太子党啊 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甚至有一些人啊 要要求进行彻底的反腐 比如在党的领导层内 要引进更多的民主辩论机制啊 促进法制 甚至是利用宪法规定的制衡 来对党的权力本身进行限制 其中啊 也有一些人希望 有这样的一个人啊 可以致力于党的革命遗产 作为一个更坚定的掌舵者 当然尽管有一些人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但是这一些红色贵族对于改革能走多远 是持比较疑问的态度的 我们看到两方面的意见 有人说是应该在党内进行改革引进更多的民主 同时有人说应该有个更强力的掌舵人 把党引入一个更健康的方向 有人说啊 在今天的中国当时的太子党就表态了 说没有任何的政党可以取代共产党 因此似乎当时的意见 仍然是倾向于有一个强人站出来力挽狂澜 王志涵先生在书中评价 说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机体中啊 党是大脑 党是神经 党是肌骨 党也是肌肉 因此党一旦功能失调 真的就危及国家了 但是党不会被轻易的取代 而对于习近平这一种致力于延续共产党统治的人来说 唯一的选择就是治病啊 一个外科医生真的要给自己切肿瘤 那么这个党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病呢 王志涵先生在书中记述说 根据习近平的诊断啊 这个病是多方面的 习近平当时看到分散的领导团队 没有办法应对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党内广泛存在的腐败 官僚机构的臃肿 正在侵蚀党的道德地位 也在侵蚀党的治理能力 当时中国的社会已经更加多元化了 也更加复杂了 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也更加高了 党的司法性对于党的合法性的追问 也越来越强了 那么社会进步 社会流动性 现在随着中国转向一种更加艰难更加平缓的增长模式 也更加难以维持了 因此中国在实践中是不是就要放弃共产主义了 这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交水来对党进行团结 当时习近平警告说这样的挑战 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毁了党毁了国家 因此在王正安先生看来 习近平一上任开始就把所谓振兴党看成是一个巨大有风险的 又是必须做成的事业 既得利益集团必须要被挑战 强大的对手必须被压制住 普通的党员也要怕他们出现思想的病变 因此必须要阻挡住这一种潮流 习近平显然是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 因此当时习近平的做了一个举动 就是来到了广东和二十年前邓小平的南巡似乎是相呼应的 当时习近平似乎还是展示了对于邓小平的某一种敬意 现了花篮承诺维护其遗产 但是在王称汉先生看来 这个新南巡和过去的那个南巡其实展示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习近平通过新南巡实际上展示的是某一种要用的 凝聚力量力往狂澜做一番事业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一番事业和当时邓小平那种经济上出现某一种改革松动的趋势是完全相反的 而在习近平看来 理想和信念是所谓共产党人的精神之盖 他最害怕的就是所谓的信仰出了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他对于颜色革命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习近平在一次秘密讲话中曾经说过 说从比例上来看呢 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比我们多得多 但是当时苏共面临解体的时候 没有人敢出来反抗所谓竟无一人是男儿 在王串先生的分析看来 这是习近平集中决策权 加强对于党的所有权力杠杆的控制 从村到军队 从国家强制机器到社会稳定到领土统一 到针对一党制的全部威胁 进行这样一种全面集权的背景 言外之意就是当时习近平认为党出了很大的问题 而他又认为救党救国是一人之重担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集中化的趋势 王串先生在书中评价说习近平把他的太子党的血统 和他自己的民粹主义的风格结合起来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能够激发最大忠诚度 并且赢得大众支持的果断强势的领导人 对于王串先生对于习近平的这样的一种评价 何文先生你怎么谈 我这个大腿上是相当的平实 在现在这个时代由于中共的信息的封锁 让一个专业的而且如此具有国际声誉的媒体的记者 也没办法在中国进行采访 那我们看到了不仅王串翰先生 魏林玲女士现在都是没办法在中国现场进行采访 从来使中国的信息在西方越来越扭曲 或者变得很单薄 从这个意义来讲 中国政府是首先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 搞所谓的浪费这些金钱的大外宣 虚张声势的各种各样的外宣活动 讲好自己的故事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一个西方记者也面临一个问题 你是按照西方的这种要求去写你的报道 写你的评论 还是根据你的专业的审视和严肃的诚实的态度去写中国 那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觉得王串翰先生是 就保持了一个专业记者的令人敬仰的这样一个诚实的态度 所以他的描述吧 大体上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但是只不过是呢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习近平的所谓的新南巡 是不是完全只是说就是应付一下 或者是借应邓小平的某一些力量 这个我都还是有一点看法 就是我认为呢 习近平走的路啊 就跟这个习近平上台时候 那么两批太子党 两批文化人 主要是太子党 有两种期待啊 就不是一个结果 就是不是任何一种结果 当时候的两派期待 就是一派 老习上来 你爸也是一个思想很开明的人 你也是在福建这样的开放的地方出来的 你也在这样工作过 你也受矛盾的家里 受矛盾的迫害 你自己还是知青 那么你应该呢 带领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 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一个步伐 甚至要在党内搞民主 甚至党外搞民主也可以 所谓的用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外科手术不能给自己动手术 这种比喻简直是前 就是王岐山最开始讲出来的 我都不好意思批评啊 一个国家哪里是这么单独的 是比喻了什么动手术不动手术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这种后来的结果就让他们非常失望 习近平根本没往下楼上走 另外一派就说 习近平你要这个坚持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我们党的力量 我们党的利益等等等等 走向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 那么现在怎么表面上看呢 这个习近平有很多东西真是原教旨主义 至少你看看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看看那些出版的 习近平的各种书记 各种吹捧 确实很恶心 确实也达不到这种让人信服 让人真正自然地去接受你思想价值的 这样一个铺垫 而使大家感觉到就是又是一套这种 叫人真实 不要说心理嘛 就是心理都受不了的这种书冠的方式 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 真正的中国的社会 要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官方媒体所讲的 要复杂很多 动员很多 发展经济 包括习近平对经济的整正 外交基本判断都是错的 包括我的一些判断都是错的 认为习近平就是国际民退啊 要搞党的这一套啊 要不要发展私营经济啊 然后后来习近平又有一些心理信息了 习近平一走投无路了又要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习近平来自于福建 来自于浙江 他还不知道斯英杰在中国经济中间真正的作用吗 对吧 如果他真的是反对了那些东西 他在福建和浙江就反映出来了 那不太可能的 而且他的父亲也是在广东 他当然在南方生活起来 这不是个问题 问题就是中国确确是在走一条 原来的原教旨主义者 和原来的已经在心里面接受了西方民主价值观的 这批太子党都不一样的想法 习近平是个更复杂的一个分合体 那么这个书里面呢 还没有完全点出的这一点 这一点呢就是王正安先生在下面一段 所强调的内容 他讲到现在呢在中国的党内 的确党内对于习近平的这种统治风格 也有很多的不满 在社会上甚至有一些民众给习近平起个外号 叫做总加速师 暗示他的这样一种全速威权主义啊 会让党让国家走向进一步的崩溃 从一些现象来看 我们的确看到了习近平的这一种统治风格 对于中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似乎呢是出现了无意的这样的一种倾向 导致了一系列可以避免的政策失误 其中啊 最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就是三年的疫情封锁 似乎呢是严重超过了封锁这种措施有效的期限 结果导致中国的经济当时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停顿 同时这一种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 也会造成百官肃杀不敢作为这样的一种局面 王正汉先生在书中介绍啊 很多的官员们为了取悦北京 为了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 甚至采取了不作为两面派 或者是其他一些无意的做法 有一些习近平当时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又产生了一些之前没有想到的后果 不管是烂尾楼 不管是一带一路在一些国家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 还是北部的雄安新区的计划似乎进展甚微 当然近期习近平说了要重振雄安新区 那重振成什么样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与这些问题相比 那么更严重或者是更长期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长期问题 比如生产力下降 人口老化等等等等 而现在对于国内的这样的一种压力的不断的施加 又紧张了社会局势 导致了更多这个民众对于习近平统治方式的不解甚至是不满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习近平一直是保持着十分坚定的态度 似乎就是要做出一条与之前的中国领导人不同的这样的道路 在意识形态上 他主要强调的是清廉 这是对干部的要求 第二就是爱国 这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 出现了政策的失误 出现了政策的惰性 他往往把它归咎于个别官员的问题 但是回避了一党制中普遍存在的因为极权而加剧的结构性的弊病 而对于那些质疑他的从领导人到知识分子的一系列人 他们往往是被骚扰被关起来或者是被迫流亡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中国人看来 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是成功的挑战了西方的支配地位 而这一种成功又证明了习近平方法的正确 而习近平认识到他的问题有缺陷的时候 他还可以补救比如疫情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封锁措施的突然的反转 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似乎的确让党有了某一种更加强大或者是更加清洁这样的一个趋势 中国民众似乎比原来更加忠诚于党的领导人了 正是这所有的矛盾在2022年把习近平的权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他打破常规第三次连任并且没有指定继承人 王川先生在书中评价说执政十年 习近平继续巩固了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领导人的地位 但是这个现在看似更稳定更强大的系统是不是也是惊人的脆弱呢 这是王川先生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中国领导人的交接制度不是为政治危机而准备的 而现在习近平似乎始终没有对于未来是怎样进行了一个清晰的勾画 因此在王川先生评价 习近平其实是代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人物的风险 什么叫做关键人物的风险呢 就是说中国到底走向哪里 中国这个治理中国的政党到底是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往往的是由一个人的决议所决定的 因此这一个人本身既是最大的机会也成了最大的风险 而这一点可能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一种独特的脆弱性的领导 那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王川先生提出的几个问题 第一 习近平到底是如何颠覆几十年的集体领导 围绕着自己重新调整了中国的政治 第二 他的一系列转变到底是拯救了党拯救了国家 还是为未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埋下了种子 第三 他会让世界对于中国更加安全吗 还是让他的国家重新回到一个一人统治的毁灭时代呢 王川先生在书中感叹啊 说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这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难回答了 现在呀 记者在中国采访的环境越来越差了 西方的外交官也感叹 和中国官员进行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一些西方的学者本来他们可以到中国进行访问 了解中国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但是现在提到去中国往往三思而后行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越来越不透明 越来越受政治因素所驱动 另外也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这一些学者和专家也担心自己成为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牺牲品 但是王川先生说 现在有关于中国的无端的恐惧 还有有关于中国的错误信息 已经严重影响了公众舆论和政治辩论 王川先生同时说 现在呀 是不是与中国接触 这已经不是一个选择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已经遍及全球 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已经影响到了政治商业和普通人的生活 不仅仅是在中国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几乎都是这样 因此王川先生有一个评价 说现在从华尔街到硅谷都和中国紧密的交织在一起 了解中国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 因此王川先生说 我们必须从中国几代人中最强大的领导人 以及他所指挥的政治机器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世界 对于王川先生对于中国重要性以及对中国接触和了解必要性 这样的一番描述 王先生你怎么评价 我非常理解一个西方的专业的记者 就是面对中国这样的封闭的一种无可拉喉 就是我也同情很多的西方学者 现在已经缺乏到中国曾经有过的相对来讲 有一种自由环境的了解这个中国 所以你现在在西方的媒体 我几乎每一天利用我们的AR的技术 我几乎把每一天把这个非常短的时间 我大量的时间其实都是在阅读 就是把西方的关于中国的这个报道和评论 就是阅读下来 报道确实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包括一些经济的报道 甚至华尔街日报 彭博通信社的一些独家报道 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有帮助 但是评论基本上都是要么就是非常的平庸 大家一样的观点 要么就错得非常离谱 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中国封闭 是西方人已经缺乏了一种对中国的定念和想象力 我在十多年前 被美国国会的天正会就讲 我说你们将会面对一个 比德国 比当年意大利 比二战时候 要非常复杂和强大的很多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 你们未必能够赢 待会后面的这话还没讲清楚 这是今天讲的 就是后来讲 为了讲的 这个很大的一个结论 以后我再来讲 但我说是面临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那至于这个 领导集体的崩溃 和不指定接班人 在19大还是18大之前 19大 亚努周刊我已经全部都讲了 我都全部都讲了 我讲的东西就是后来今天实现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比西方的学者和西方的记者 想象去了 这个中国的政治框架的现状的发展 这种发展几乎是必然的 除非是 让胡锦涛找一个接班人 找一个更新团什么什么人 然后最终控制不了这种局面 人心知识分子 文化人 或者是企业家 甚至党内的一批开明者 他们会更倾向于中国走向民主化 党内的民主化 甚至是党外的更大的自由化 这种情况呢 是可能出现的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可能就是一个应言 可能就是个菲律宾 可能是个印度 因为我们做这个社会研究 最大的问题就是样本太少了 但是从所有的样本看起来 无论是颜色革命 还是内部政变 兵变 还是自我解体向苏联 没有几个国家在后来转型过程中 是比较顺畅的 比较走向真正按照西方 原来所预期的这样 和按照自己的那些开明者 或者是推动变革的人 所希望的那样 做成一个界富有 同时又有法治 同时又有民主 实际上很多国家 已经有了一定的民主框架 也有了一些法治的基础 但是经济发展不起来 甚至社会的品质 亦是这么混乱下去 而且是持续性的混乱 很长时间 相对来讲 通过和平演变也好 颜色革命也好 或者自我变革也好 成功的国家 相对来讲 反而少很多 不能说完全没有 对吧 但是呢 相对来讲是规模比较小的 小国 它在某种情况之下 可能会表示某种品质 但是一旦到了中型国家和大型国家 它就非常难 你包括讲印度现在要超过中国 你都是笑话嘛 按照原来的想法 印度早就有法治了 早就有民主了 为什么民主和法治 并没有跟印度的可持续高速发展 定义一个基础呢 反而长期掉入了政治陷阱中间呢 所以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要比原来大家主观想象的 光是靠民主 光是靠自由 光是靠法治 在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作为基础 来作为一个同徽的必要基础 要复杂很多 而中国现在走向了另外的道路 这种道路就是说 跟现在的西方媒体所定性的是不一样的 更不是说王强汉先生讲的什么总加速师 那总加速师 那你就赶紧推动习近平去乱搞啊 事实上不要说今年 你就明年后年可见的未来几年之内 全球的主要经济体 增长速度能够保持十度的增长速度 有哪几个国家主要经济体 只有中国 还有印度 还有印度 但是印度的基础咋把这个地方 对吧 就是说你其他的国家 包括西方自己本身都很难达到这样一种程度 稳定的程度 中国基本上可以确定 除非是习近平有意外 和我们不能知道的一个巨大的事情发生 对吧 比如说疫情这样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的稳定可以相当时间的持续性 在何景的未来 当然我认为提出的挑战是很严重的 这种挑战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的权威 一方面我们是不知道的一个群体 什么叫不知道的群体呢 就是社交媒体看不到他们的声音 西方媒体也看不到 采访不到他们 他们自己也不会 普遍的反映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的信用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一般的企业家 一般的比较开明的官员 或者一般的这种知识分子 你就会看得出来 对习近平这套是很不满的 所以习近平的某种策略性 只是证明习近平更有远见 所以你们这人都是平民之辈 对吧 还是说这把人所担忧的习近平的 你最终走向这种所谓的 甚至有人说是开倒车 对吧 或者是加速都是一样的意思 是是是是 他们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还是习近平 再走一条你们的想象力 你们的判断力 已经没办法确定的中国和习近平实际上在出现 而我是比较于习近平后者 我并不是认为习近平一定会华力转身 我认为华力转身不能接着排出 但是可能性很低 除非是中美之间有一个真正的 我前面讲的一个伟大的主动 双方真正引爆起来了 双方真正是开成布公了 否则的话呢 还是一个更加 绞杂的课等因素的一个中国的变革 它有些方面你看起来像文革 或者是看起来像开历史道成 但是有些方面你发现 它是为一个更科学的 更合理的 更具有持续性的推动方向发展 所以很多因素搅在一起 我觉得王靖翰先生在这里 还是反映了西方的和中国的开明判的一个普遍性的怀疑 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评价 那么这本书中更详细的内容 其实涉及了几个层面 涉及到了有关于习近平对于党的权力的控制 涉及到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 涉及到了习近平的外交政策 涉及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那么正如刚才和民先生所言呢 也许王春安先生呈现给我们的是某一些人 某一种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和态度 那么我们对于王春安先生书中内容 还是会进行介绍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请和民先生进行更多的点评 看一看他对于习近平统治的设想到底是如何的 呈现给大家一个不一样多元的角度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思想先驱报的全部内容 同时感谢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一人打赏 感谢周周大赏 感谢金山打赏 感谢如是我们打赏 谢谢这些网友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明天同一时间思想先驱报在华尔街电视现场直播与您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我们这个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啊 刚刚结束了华尔街论坛 和平先生说啊交给你们年轻人去主持 结果呢到了思想先驱报 和平说还是我去给李琪 我没这么说 我没这么说 其实啊今天这个话题还真的是要请和平先生来讲 我还真有话说 对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呢我们讲的这本书啊是一本历史书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红色记忆 哎一提到红色记忆 可能大家已经猜到了 这本书讲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啊是一位未报的记者 他是长期在中国报道 一个记者的角度怎样写历史呢 这其实是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心里的一个问题 看了这本书之后啊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说是体现了一个记者的优秀素质 一个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就是要问问题 而且要问好问题 知道去问谁问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呢 这一位叫做塔尼亚布纳尼根的女记者 可以说是体现了一个优秀记者的最好的素质 他在中国呀问了各个层次 与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 有各种各样不同交集的人 让他们回忆这一段历史 让他们告诉他这一段历史 与他现在生活中的关系 这本书呢 与其说是一本学术性的历史著作 不如说是一个很好奇的一个记者的一本采访手 在这本书的评价中 我看到这样一句话 说这本书是对贯穿中国社会心脏 以及中国公民灵魂的无形伤疤的不可磨灭的探索 我觉得用来形容这本书非常的合适 那我们也知道文革这一段历史啊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离我们说近不近说远不远 但是文革中的很多痛苦啊 又是很多人所不愿意提及的 因此说它是中国公民灵魂的无形伤疤 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 那么这位作者啊 在对这一本书的写作后继中也说到 说如果我们不了解文化大革命 我们今天也就不能够理解中国本身 说到文革 我和和民先生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 就是说我对于文革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重叠的 我只是听家里人 听曾经经过文革的人讲 或者是看一些历史的资料 但是和民先生你与文革是有一段交集的 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对于文革的看法 那一段记忆在你闹海中是什么样的形象? 我的记忆是很快乐的 很欢乐的 不知道别人的痛苦 只知道了 老师告诉我们写大字报 老师说给我们写大字报 我们不是怎么给老师写大字报 老师就告诉我们说怎么写 怎么批评老师 然后这个大家很高兴 各种职会各种活动 因为我是小学嘛 就是 五年纪的时候是四年纪的时候 然后在文革才开始接触 所以我的记忆是 是一个意外的记忆 所以你也不能说是很真实 但是正是因为我有了非常短暂的意外的记忆 我对文革的粉丝 就跟很多人有不同的角度 后来70年开始接触伤痕文学 80年代接触了很多的文革的一些经历者 就是造访潘也好 文革的受难者 这个故事也好 当事人也好 90年代就接受各种各样的回忆录 那么我出版了不少回忆录 也有无数的回忆录 我没办法出版 没办法出版就是大家的故事都是非常的悲痛 看起来看到我是眼泪汪汪 非常的痛苦 但是看来看去以后发现故事大家都差不多 在睡睡的时候很容易 把这个 这个矛头或者是简化成为毛泽东这个独裁者 毛泽东这个恶魔 或者是共亚党这一套价值体系 把人性给毁灭了 把社会给毁灭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发烧了 所以我今天 要讲的一些话 可能有点感觉不适应 但是我并不是不去同情 这些文革的受难者 我认为但凡有 基本的同理心 都应该去同情这些 受难者的历程 同时我也能够理解 很多的朋友 不愿意回应文革的历史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 让文革的历史成为了一个禁区 很多人有了反弹 也有了勇敢 出版了很多的文革的句子和回忆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一部 我个人 在我个人的角度 很佩服的 很敬重的 真正能够急迫文革的 真正的心脏的句子 但是我今天要讲几句话出来 好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这本书讲了什么样内容 我们再听和民先生 对于这本书的评价 那么首先先看这样的一组数据 如果说文革 到底什么是文革 可能在文革中的这个规模 我们最好就是一组数字来理解 文革1966年到1976年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 我们叫做人间悲剧 孩子背叛父母 学生批斗老师 总共因为所谓的政治罪孽 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人 被追捕排斥或者监禁的人数达到数千万人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 这都是一个残酷也是动荡的时机 但是在作者看来 更大的残酷是一种集体性的缺席 用作者的话说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失忆 为什么呢 所谓的红色记忆 实际上是红色记忆的缺失 经历过疯狂的人 他们保持了四十年的沉默 而在这一本书中 作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你不能再信任 与你最亲近的人的时候 当你发现你养育的孩子 把你告发了的时候 当你发现批斗你的人 和被你批斗的人一样可恶的时候 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人文的机理就被撕裂了 当过去被埋葬被剥削被重新绘制的时候 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 当这些最糟糕的风暴结束之后大梦初醒 我们又应该如何与自己过去的罪孽共同生活 这是这个作者在书中所讲述的内容 那我们在这个书中 我们也看到 作者实际上是采访了一系列文革的侵略者 但是很清晰的一点就是 他采访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这一些人现在或许对过去有忏悔 但是他们往往在文革的这个时候 也是投入到了某种疯狂的大潮之中 甚至其中有的人就是亲自把自己的母亲背叛 给自己的母亲写大字报的人 有的人就是亲自去袭击自己老师的人 这个作者希望不仅仅是要让他们回顾当时那一段糟糕的过往 更希望问这样一个问题 你现在是如何与自己和解的 你现在还能不能够面对自己当时的疯狂 那我们要说到一个问题 现在能够在中国进行报导的记者 往往在报导中国的时候都面临很多的困难 那我也看到来自NPR的记者冯哲云女士 在评价这一本书的时候 首先就写了一段话说 中国呀应该是任何一个记者的报导梦想 为什么呢 有超过十亿的人口 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 极其多样的文化 但是现在驻中国的记者很少能够得到足够的材料 来写出人性化的作品 这是冯哲云女士在对这本书进行评价的时候 首先开篇讲这句话 报导中国非常的困难 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材料 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 你很少能够写出对于中国的人性化的报导 当然也有中国政府对于外国记者的持续监视 经常对于外国记者进行的骚扰报复等等 甚至恐吓那一些与外国记者进行交谈的消息来源 因此受访者在中国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很少会完全心理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 他们往往是顾此其比 往往是瞻前顾后 不愿意透露更多的信息 因此在冯哲云女士看来这本书最出色的地方 就是他让一些人打开心扉 尽管这一些人面对的是一个西方的记者 尽管这一些人面对的是中国自己都难以面对的一段历史 因此这就是这一本书的核心所在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什么呢 叫做生活记忆与遗忘 而这也是这本书的三个支柱 我们记住了什么 我们又忘记了什么 以及我们今天的生活如何与历史交接在一起 用这一位作者自己的话说 说我不仅仅想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到底对于现实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还想了解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如何塑造中国的 那我们就发现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 中国发生的极端的政治暴力 其实并不少见 我们可以说是毛泽东本人煽动了这一场运动 并且希望对他的政治对手进行某一种打击 但是当个人恩怨被政治运动扩大化的时候 他就从一个简单的政治斗争变成了一起人伦悲剧 在这本书中记述了学生把老师打死 学生的这个红卫兵的集团之间互相恶斗 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揭发 学校和大学完全停课 学生们全部转眼之间成了活动家 甚至包括习近平本人被到边远的农村前哨做苦工这样的一段经历 他说呀 说当我与人们交谈的时候 我往往发现这样一点 我在谈非常久远的历史的时候 人们愿意跟我说话 我在谈未来的事情的时候 人们也夸夸其谈 但是当这个过去的事情距离我们现在太近 甚至就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 这却无法谈及 在一个咖啡馆呢 这个记者与一个朋友进行了对话 在对话的时候 这个朋友就无意中透露 自己的岳父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 但是这一位朋友在喝咖啡的时候谈及这个话题 好像只是很普通的这样的一起事件 而在记者看来就是极其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家里最亲近的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 用记者原话说 他是如此直接的出现在咖啡馆的对话中 如此平常 甚至你为什么费心去寻找一具尸体 似乎都是多余的问题 那么这一场政治灾难到底对于人们有哪些影响 哪些是人们不愿意重提的经历呢 这就是这部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几个故事之一 我记得特别清晰的呀 就是书中的有一个人物 他呢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发了自己的母亲 当这个他向作者啊重新讲述了这一段故事之后 他把这个卫报的记者啊 带到了当时啊 他的这个母亲的这个坟墓前 跟这个这个在坟墓前跟自己的母亲下跪 跟母亲说 我把卫报的记者带来了 我怎么怎么样对不起你 而特别让人觉得记忆深刻的就是 这个母亲的坟墓所在 就是当年她的母亲被红卫兵所杀害的这个路边 那么当时啊 这个这个人在地上大哭说 母亲啊我是不孝之子 母亲呢我带着卫报的记者来看你的时候 整个啊这样的一幕被摄像机所记下 记者在书中呢也对这一幕啊进行了拍摄 让人感觉到一种心灵的震撼 作者在书中啊还介绍了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学生对于自己的老师进行了残忍的殴打和羞辱 而在几十年之后啊 这一位叫做宋彬彬的学生决定为自己当年啊 迫害自己老师的行为公开道歉 记者在书中描述说 在老师的向前啊他鞠躬眼里充满着泪水 那我们也知道那十年的残酷往往是系统性的 但是在作者看来他不理解的就是这些红卫兵 当年的红卫兵似乎后来是逃脱了任何对于个人的追责的追究 比如此前的学生在看到自己之前被自己迫害的老师啊 在目前的时候会流下眼泪 但是在作者看来他更多的是在为自己寻求宽恕 而不是真正的仕途赎罪 因此啊作者在书中都探讨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正义 另外一个叫做和解 在作者看来正义是一把锋利的利刃 他必须做出清晰的区分和规划 而和解需要找的是共同点 他需要一些刻意的模糊性 帮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和平共处 也许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被原谅的 在作者看来任何道歉都不能起死回生 也不能纠正错误 但是这样的学生当时曾经迫害自己母亲的孩子 在面对过去的时候仍然试图道歉 但是这样的行为本身是不是有意义呢 那我们也知道啊 这一位作者在写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写 因此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中 看这个作者书中与对于文革历史的具象的描述的时候 往往会觉得似乎没有什么新奇所在 更让我觉得这一本书有价值的 正是这样一个西方记者在面对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的时候 他自己所展示出的一种反思 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对于社会暴力的某一种担忧的情形 我在这里啊也想请问一下何平先生 在提及一个西方人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观察的时候 你最希望看到的是这个西方人讲述中国怎样的历史 你认为通过我简单的介绍 这个作者在这本书中是不是呈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 我认为西方记者就是在中国啊 这样一个政府在控制的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回忆啊出版 都不能正常进行的时候 西方的记者任何的角度啊哪怕是偏颇的 哪怕是某一些 具体的 存在某些问题 我都都是觉得值得尊重的事情 尤其是在中国现在的这种 反应之下去采访 中国就是很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更加值得就是致敬 所以不管这个书的内容怎么样 我都应该向这个作者呢 表示这个敬意 但是呢从现在所介绍的这个内容看来 就是对我来讲 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启发性的作用 甚至某些场景也是他 正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受伤者的心灵 早就已经死亡了 早就已经麻木了 你以为他没有哭泣过 你以为他没有悲伤过 到了入格年之后坐在咖啡厅的时候 这个悲伤的故事在他心里面演了一万次 他还要哭泣吗 他还要悲伤吗 他还要震惊吗 这种故事在中国的多少家庭都发生过 所以大家觉得 既然是集体的悲痛吧 在某种程度上 就采取了集体的满脏的意识 所以他在回忆的时候 他没办法做出一个很正经的动作 不仅是这种悲伤已经很久了 而且这种悲伤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而对于西方来讲这个时候就很难理解 在这本书中除了讲文革之外 作者其实也有对另外两方面的理解 我觉得非常值得与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对于历史的偏见 作者在书中就说 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诚实的 面对自己的全部历史 比如说美国人谈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也会想要美国是民主的灯塔 但是作者在书中就问了 说你对于独裁者的讨好 你对于民选领导人的推翻 或者是杀害 以及你对于其他种族的清洗 是不是民主灯塔的一部分 哎 美国人似乎也选择性的遗忘了自己国家历史上屈辱的一部分 他同时提到了自己的祖国英国 说很多英国人认为 英国的帝国历史是一个值得骄傲 而不是耻辱的来源 英国的帝国是一个仁慈的机构 而不是在枪口下创造出的财富 英国人在谈到英国的帝国扩张历史的时候 想到的是英国把铁路 板球和沙士比亚带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这一种不能够诚实面对的历史 在作者看来更多的是各个国家的共性 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对于历史的歪曲 或者是刻意的遗忘 但是在作者看来 西方与中国对于历史的遗忘 或者叫有选择的保留是有区别的 他认为西方的遗忘 主要是因为权力和傲慢 认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优秀的国家 那我们的历史必将为我们现在的优秀所服务 回顾历史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想到的是 历史怎样解释了我们今天的优秀 但是他认为在中国更多的是一种伤害 还有一种审查 还有一种自我的禁忌 在书中他讲说 就像讨论1989年的镇压一样 人们通过选择时间 避开聚光灯 歪曲规则 找到在灰色空间下 他们可以运作的领域 有些时候禁止和允许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有些时候这也是有意为之 有些人利用灰色地带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更多的人却进一步退缩 人们知道自我审查是最安全的所在 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十分的有趣 对于历史的反思 对于历史的偏见 西方也有 中国也有 但是可能原因不一样 同时这本书中 还援引了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 中国政治评论者胡平先生的话说 他在讲到历史的时候说 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胡平先生说 说我们这个中国人没有这种超自然神灵的对与错 好与坏的标准 因此我们把历史视为是最终的审判 而在胡平先生看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样一种把历史视为宗教的传统又进行了微调 在党看来历史不是记录也不是辩论 而是一种工具 作者特别讲到了天文广场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知道天文广场是现在中国历史的相当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地 有1919年五四运动民族主义的学生进行抗议 三十年之后毛泽东在这里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之后在文革期间天文广场又是红卫兵大规模集会的地方 而现在在西方大家一想起天文广场 讲到的就是1989年的广场抗议以及之后的军队镇压 同时天文广场也是中国民族遗产所在 特别是党的遗产所在 作者在书中就回忆啊 说习近平啊他本人刚刚上任之后 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来到了天文广场 当时陪政治局常委参观了国家博物馆的叫做复兴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复兴之路是一种历史的叙述 而这个叙述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啊从外国列强手中经历了百年屈辱啊 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 讲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 是如何遭遇苦难又是如何从火难中浴火重生的 其中啊讲到了英雄故事 讲到了党员的牺牲 讲到了中国如何摆脱桎梧 重新站到了世界舞台中央 并且确定了习近平的所谓中国梦 就是财富与权力之梦 作者说啊在整个展厅的最后一环是中国的辉煌和成就 将中国航天员进到太空舱 到中国的智能手机的发展等等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叙述中啊 过去的六十年就被模糊成是一个广泛的进步的历程 其中的政治冲突 其中出现的困顿 对于人的伤害似乎都在这种大叙事下 变成了一个更加温和更幸福的故事 是党的良性领导下的某一种历史必然 这个作者呀讲到文革又讲开了文革 讲到了大家的历史观 讲到了天文广场 讲到了党对历史的叙述 这里啊我就要请教和平先生 胡平先生说 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党认为历史就是一种审判 党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呢 又把它进行了某一种大叙述的改造 去掉了其中让人觉得悲哀和痛苦引人深省的一面 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看到了发展和清和 这样的一种观点你是不是认同 胡平先生批评中国这样一种观点 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他 不仅是胡平先生说 我很尊敬的 而且是很信任的一位思想者 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看他的文章 深受他的这个影响 但是他这种批评呢 其实不仅是针对中国 其实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 其实都是把历史当成宗教 都是试图想掩盖历史中间非常肮脏的部分 不仅是美国是这样 英国是这样 大大小小国家是这样 为什么放在宏观的数字里面 在中国现在这么堂而防之 我们是因为有充分的道德理由 就是因为你们不准老百姓去回忆 不准老百姓去思考 而在英国 而在美国这些国家呢 是有思考的 有反思的 但是即算是有这些反思 都缺乏了一个更宏观的 而且是必要的一个铺垫 或者是必要的背景 冷战结束之后 全世界的不管是民主制度的国家 还是专制制度的国家 还是共产党式的国家 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地区 你都发现 类似于文革的行为 都有它的足迹 这就是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中国文化 简单把它理解成毛泽东 简单把它理解成中国共产党 就有一点呢 缺乏应该的历史城市的态度 所以 翻开美国的历史 有美卡锡主义 你到阿尔巴尼亚 我住在阿尔巴尼亚 类似于北京饭店的一个饭店里面 早上一起来 我打开窗帘 就发现有人在游行 因为阿尔巴尼亚已经民主化了 但是他们游行是当年的共党的那些 对现实不满的 但是打到红旗的这样一批人 实际上巴尔干东欧是这个样子 西欧也是不同程度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南美就更加看到 南美的这种 这种毛主义革命也好 这个自己定义的革命也好 那么在东南亚 我们看到不仅是有红色的捷博寨 有越南 甚至有另外一个角度的 反共民意的大屠杀的应援 二十世纪的冷战没有进行真正的反思 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是为什么在冷战期间 全世界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思想的迫害 进行了而且不可思议的互相揭露 不可思议的政治的高陷 这是什么原因 这才是在我们讨论文革的时候 要放到一个更大的叙事中间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 这个中国的这个变化 其实整个人类都为了 这一趟探索付出了这个代价 为什么今天出现了普世价值观 为什么民主人权法治 是超越于很多的意识形态 超越很多的国家的 共同所追求的这种价值 当然很多国家也把这种价值 输光了它的政治利益和权利的因素 但是呢 没有从冷战的人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在我看起来就是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时候 走到了20世纪 经过人类的最残酷的互相残杀 发生了这个 就是说人类没有过的 那样一种全球性的 互相残杀 从欧洲战场到亚洲战场 甚至非洲战场都有不同城市的屠杀 几千万人 就这么失去生命 通过这个战争以后 到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国家 本来这些国家应该引爆性的和平 但是没有 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 由于领导人的偏见 和当时历史局限的原因 开始建立了各种各种阵营 当这个阵营产生的时候 无论你是西方还是东方 你睁开门都有发现 有一个内心事件的自我恐慌 不知道在这一场竞争中间 自己是赢家还是输家 对未来的前景 没有这个确定性 内心的这个恐慌 他开始感染给了 他的民众 让民众感觉到外面有一个敌人 有了这个敌人之后 好 我们要怎么准备 但是你又不像二战一样的 你可以离开国土 就跟对方去作战 以前人类很简单 有了仇恨有了恐慌 我就征服别的国家 冷战的空间以后 使任何国家征服另外一个国家 都出现了很大的难度 因为有各自的阵营 在这个时候就发现了 就是为了对付对方 自己在国家制的一个恐怖的气氛 这个恐怖的气氛就成为了 大家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 人们为了这种安全感 然后就开始了 去追求了一种 把自己认为的 破坏这个安全感的人给打倒 给他各种各样的帽子 各种各样的罪名 这种情况是二十世纪的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台湾 在南美 在欧洲 在美国 在非洲 在东南亚 在中国 更不用说 在苏联 都不同程度的出现 所以你要放在宏大的叙事来讲 你说是人类的一个探索和代价来讲 也没有错 那对于中国来讲 是不是探索 我也同意 但是问题是 中国的问题是不准大家去真正探索 真正探索就是 要从文革中间找出这些例子出来 我对文革反思的一个失望就在于 我早期啊 对文革的反思者我有一个失望 我也跟那些哥哥啊姐姐啊或者叔叔啊伯伯讲 我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那谁是受害者呢 对吧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了很多年 我现在有一点变化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最关键的东西 人性在某种环境之下 失去人性是普遍的现象 这个跟西方和东方没什么关系 甚至西方的国家还比东方更加残酷 欧洲的黑暗时期不会比中国的那个黑暗时期 要美好的哪个地方 用宗教的原因 文明的原因来简单去解释 有一些国家就没有 有一些社会就没有那么残酷 太简单了 全世界的历史现在都把这个地方 多少国家死亡啊 多少是非正常死亡者 在哪个阶段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发现西方文明没有多大的优势 没有多大的道德标准 只是说到了工业文明之后 西方开始建立了法治 西方有了民主的制约 它的某种纠正性的机制 就是大了很多 这确实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但是并不等于它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所以这样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那么淫移的 有一个个人的内心的一个 一个 精进制性的 人性的一个个人的忏悔和的反省 也不是简单的追究某个领导人的 责任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其实是人类的文明的 一个代价性的阶段 好 谢谢何明先生的解读啊 那再谈到这一本书啊 最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其实他的家庭的历史 和家庭的悲剧 也与文革息息相关啊 那么在这一本书中有作者啊 也问了一个他没有回答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到底是怎样被 红色记忆所影响 并且被定义的 具体到他对于当今中国的设想 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途道 以及他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手段和措施 又是怎样与他同年的记忆相关的 这个问题何明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新鲜的啊 从80年的开始 我们就注意到了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是只有制度 没有这个治理 其实在我看起来 连制度都没有 但是为什么会要建立一个制度呢 他就要防止老百姓造反 因为他们认为 老百姓造反是违固 没有规矩的 老百姓的造反是 任何人都可以 找到一个理由把它驱动起来的 你今天可能是革命 明天可能是民族 后天可能是民主 而通过这样一种非规则的运作呢 对原来的社会秩序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毁化 而中国的五四运动以来 这种一场一场的 所谓的民众运动 实际上演变成暴民 甚至还演变成为 还不如皇朝那种纵横 那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那个时候 他的一个感受就是说 我突然之间 是万人之上的部长 军长 或者是司令 甚至是袁绅 我突然之间就被你们这帮报名 就打成 对吧 地狱都不鱼 什么语言 就是他们对报名有一种恐惧感 对群党运动有一种恐惧感 然后呢 要用一切的手段 去打压任何群党的运动 1987年 还是八几年 还是83年 84年 中国有过几场学生运动 最开始 还是采取一种 比较快应的态度 原因就是在于呢 中国在急速向西方学习 向西方学习一点就是 要学会包容 学会让 接受人民的 这种 抗议 这种反对 但是到了89年之后 他们最终发现 这不行 所以就有了这个暴力的手段 而且这种暴力的手段 如果中国层子就变得非常的封闭 非常的糟糕 罗号 那这个暴力的这个理由就没有正当性 但是当这个他们觉得 哎 死了这么多人 但是我们国家稳定了 发展了 然后呢 甚至还比之前好很多 这就给习近平或者这些领导人 有一个暗示 或者是一个潜在的影响 纯动运动就是不行 就是要打压 所以今天的所谓的这个 新国家安全 概念啊 就是说按照吴强博士今天 我请教他讲的一些观点啊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 还是那种 所反的那种概念 他并没有从真正的 现代意义上 我通过法治 通过真正的一个 一个程序来解决问题 你只要是威胁他的政权 他会毫不留情的给你打下去 这就是文革留下的 这种后遗症 使这个中国的现代化的秩序 比较难以记忆 就是说 他们对 老百姓的这种运动孤分的仇视 好 谢谢和平先生的解读啊 说完了今天这一本书之外啊 其实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本书 那如果说这个文革啊 是一个人的集体记忆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下一本书啊 其实讲的也是如何与自己相处 但是呢 这是一本个人的回忆录 这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先生的夫人 美国前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最近呢 所出版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什么 啊我们的身上有光 身上有光 那么这呢是奥巴马夫人啊 第二本著作 作为美国的第一夫人呢 奥巴马夫人是美国一代人的文化偶像 特别是在很多年轻人心中啊 奥巴马夫人展示的那一种女性的特别的魅力 特别是她在面对啊 对于自己的不理解和歧视的时候 她有一句著名的话 说当他们go low的时候 我们go high 什么意思就是说 在他们啊 越来越低贱不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要选择有高度 我们一定要选择做优秀的出色的自己 这呢也成为了面对美国政治混乱的时候 很多人心里所铭记的这样的一句格言 但是啊在我看来奥巴马夫人的这一本书中啊 其实也有一个我们现在也必须要讨论要理解 甚至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面对伤害面对不解 人到底应该怎样找到勇气和信心 在看这本书之前呢 其实我不知道奥巴马夫人在疫情的几年期间 是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心理上的抑郁 那么她是怎样走出抑郁呢 最开始她选择了一个啊 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个爱好 是什么呢 就是织毛衣 她呀从网上买了毛线 看毛衣书 每天呢就在这里织毛衣 她说呀在这些机械的活动中啊 她获得了某一种心理的瓶颈 面对外面世界的各种不确定性 她似乎有了一种安定感 但是光光织毛衣是不可以点燃心里的这一扇光的 那么到底她是怎样找回了自己心中的温暖 并且能够把这一种温暖又带给别人呢 她在书中讲啊 说我们所受到的这一些伤害 我们所受到的这一些苦难 往往在我们心中就会变成一种恐惧 而这种恐惧也变成了对于我们的自我限制 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沉重的遗产 这一种不解与伤害 可能是几个人需要共同承担的问题 而当我们走到高处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学会把这一些毒物毒素挡在外面 把力量存在自己心中 把毒素留在外面 把力量留在里面 奥巴马夫人说 说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己心中有值得保护的火焰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点内在的光明 一点完全独特和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们就有能力去使用它 我们就能够建立更好的更富同行心的社区 并做出有意义的改变 这是他书中所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奥巴马夫人在这一本书中 除了讲述他自己是怎么样走出歧视走出不解 自己是永远处在一个不合群的状态下 又是怎样找到了自己的力量之外呢 他在书中也描述了他在处理关系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处理家庭生活上遭遇到的挫折 甚至与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出现的一些口诀和争吵等等等等 可以说啊非常的真实 同时呢也让人讲也让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女性在面对自己历史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坦率 那么特别值得推荐的呢 就是奥巴马夫人在这本书的宣传过程中啊 与美国著名的名嘴奥巴尔文夫里有这样的一个采访对话 在网飞上呢有现场的直播节目 诶何明先生你也是看了这个奥巴马夫人与伦府里的这样的一番对话 那不知道你对于其中哪个细节印象最深刻呢 我在后面那个细节是最深刻就是因为 我很急迫的想他出来如果竞选这个美国的总统会使2024年啊 要更加好玩一点更加有趣一点 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希望而已 当然最感动的还是他的对这种内心世界的那种 我觉得啊就是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包括他本人 哪怕是最理性最光辉也会有黑暗的时候也会有阴暗的时候 他就老是在讲他就跟这个对方进行对话 你是那么一个有影响的人 你可以利用手中的影响力制造恐惧啊 因为恐惧是罪以你能够 服对这个 这个力量 服对这个 简单的话叫粉丝吧 或者是流量的一种手段 现在你但凡看一看 把这个世界讲成世界末日的人 把这个中国讲成要快完蛋的人 或者把美国讲成最完蛋的人 在不同的女性之下 他都比任何的理性声音要得到支持 但是对方是一个最有名的 对他是一个主持人 他说他赞扬他 你没有利用手中的这个力量 那种话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时时刻刻都在侦察 我是要流量 还是要讲出我的真话 对吧你讲出真话 有可能会牺牲你的流量 甚至把流量变成负流量 但是你要制造恐惧的话 你就想自己更恐惧 让你的数据更恐惧 让这个社会就更加恐惧 我们知道要往上走 我们要往前进 付出的代价是很大很大的 那种代价不仅是自己的修养 而且有位置的这个力量 而每时每刻有无数的力量在吸引你 尽量去制造恐惧 从任何心理的角度来讲 从任何社会的角度来讲 从任何现实的角度来讲 你只有制造恐惧 你才能制造仇恨 你只有制造仇恨 你就会凝聚力量 而这一点在阿伯玛身上就看不到 他在节目里面 并没有为自己 被伤害的行为做出多少的辩护 而是讲自己怎么去摆脱这种恐惧往上走 往上走就靠内心之间的一种自我感染 自己的感受 然后形成一种光的力量 所以 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看的差不多 对的确啊 和平先生所说这一段让我也印象深刻 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谈及 诶有的时候别人对他造成了伤害 比如奥巴马一家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 那当时就美国媒体出现了很多谣言 说奥巴马不是美国生的呀 甚至说他的名字 因为他的中间的名字叫侯赛因 说他是穆斯林等等等等 那你想 他们一家人本身就是美国的少数族裔 进入白宫本身就面临着很多的不解与压力 现在受到了这样的侮辱 奥巴马夫人就说 说你不要以为我永远都是想的光明的一面 我永远把第一个直觉就是做出符合道德和我的身份的正确的选择 他说不是的 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对口骂回去 你有多低我就跟你有多低 你看咱们两个撕谁能撕过谁 但是他说到这个时候 我要强迫自己停下来 我要告诉自己 当他往低处走的时候 我应该往高处走 而后来在整个 不管是奥巴马的竞选期间 在白宫的期间 包括当美国的媒体说 她是一个愤怒的 这样的一个毒苦的一个黑人女性 对于非常具有种族色彩的这样的一种侮辱的时候 奥巴马夫人说 我就学会了 不要让自己最初的那个冲动征服自己 我要停下来 我强迫自己 停下来 深呼一口气 你往低处走 我继续往高处走 这样的一段话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媒体人来讲 也是歧视 当然了 如果说这本书中最有意思的内容 我觉得是奥巴马夫人 讲述她与奥巴马前总统交往的 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 比如呢 其中有讲到 奥巴马是夏威夷人 所以呢 奥巴马夫人第一次 带着自己的这个男朋友 一块去夏威夷的时候 她本来想到的是海边 这个我们叫做鸡尾酒 椰子 阳光 等等等等 结果到了夏威夷之后 奥巴马把她带上了一个 十层楼的一个小公寓 奥巴马夫人一看 这和我们芝加哥南部也差不太多 结果到了十层楼的小公寓里面 奥巴马和自己的爷爷奶奶 一起在看电视 看的是什么呢 60分钟 国家大事 到了吃饭的时候 也没有请她吃很繁盛的晚餐 而是每个人拿出了一个盘子 在电视机前 每个人拿着一个热狗 就这样吃了 里面有一些两个人交往 很有趣的细节 其中也讲到了奥巴马夫人 与自己的先生 这个性情上的不同 奥巴马夫人自己描述自己 是一个非常依据直觉 非常依据感性的 这样一位女性 所以有的时候 她和奥巴马在出现争执的时候 奥巴马夫人说 我得静一静 你就不要说话了 你就让我自己 别跟我讲三条理心 对 然后这个时候奥巴马夫人就说 说每次啊 这个巴拉克就是奥巴马 走过来就跟我说 要跟你说这件事啊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 奥巴马夫人就说 你不要跟我讲 你那三条一二三 我现在就需要你出去 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也底下了两个人之间 这一种很有趣的关系 但是啊 两个人之间既有争吵 你又能够看到 她对于奥巴马这样的一种尊重 那么其中啊 她也对于现在社交媒体 对于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啊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奥巴马夫人她本身不是一位媒体人 但是她看到了社交媒体中所展示的人性的恶的一方面 她就说啊 说你每次去看电视 你去看推特看脸书 你总是会觉得啊 对面的这一方啊 和你政治观点不同的一方 他们是非常可恶的 他们是无可救赎的 是我们的敌人 她说 但是我做第一夫人 这一天我跑遍了美国的五十个州 我就发现 到你到地面去和这一些人交谈的时候 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政治光谱的人 他们都是体面的真正的好人 你真的与他们交流的时候 往往与我们在媒体电视和网络上 看到那一些人更具有人性的本真色彩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社交媒体的时候啊 真的是觉得对政治也绝望 对人性也绝望 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社交媒体可能只是体现的人性 或者是政治的某一个暗角 当你真正在生活中去与大家 进行心平气和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 可能往往看到的不同 另外啊 马夫人也提到 说社交媒体啊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每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啊 都是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但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 每一天都在处理不同的问题 每一天都是挣扎 每一个人生活中都有无数的麻烦 哪是像社交媒体上所展示的那样的光鲜亮丽 他特别讲到啊 说之前呢 有一次他在instagram上 发了一张他和奥巴马在海边度假的照片 结果啊 一大堆美国的年轻人涌上来 说你们两个啊 就是我们的关系榜样 我希望未来啊 我在这个二十年之后 我和我的这个老公 我和我的这个未婚妻的关系 就能够像你们一样 奥马夫人就跟这个奥普华文夫理说 说我告诉你 我在拍这一张照片 当时我们两个哈哈大笑的时候 我心里实际上还在生他气 说呀 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三十年 其中有十年都是在争吵和打架中度过的 这才是我们叫做亲密关系的常态 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 往往是别人展示的 经过修图的 经过包装的 故意呈现给你的这一面 而如果你用这个啊 这样的一个经过精致包装的生活 去比对自己真实的生活 往往对于自己真实的生活 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失望 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做见现啊 或者在英文里面叫做FOMO 叫做怕错过别人拥有的优质生活 产生了一种嫉妒心情 产生了一种对于自己心情的不满 其实完全是建立在虚假接触之上的 那么这本书啊 可以说是写给自己的书 也是写给希望了解美国第一夫人的书 更是写给美国年轻人 美国少数民族 那一些觉得自己在自己的社区中似乎被边缘化 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 觉得自己与自己不同的人 而马夫人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扇光 你要守护住自己的光明 只有自己找到自己的光明 守住自己的光明 你才拥有不断向上走的力量 不管你的对手对你进行怎样的打击 他们可以一路向下 而我们永远选择人往高处走 这是今天呢 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 今天的思想间距报 我们要说明文化与平时有一些不同 我们实际上是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讲 两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是毫不相关 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讲到了人如何与苦难共存 人如何与记忆共同相处 一本是红色记忆 还有一本是奥巴马这个总统夫人的书 我们身中有携带之光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思想先驱报 也感谢朋友对于我们的支持和打赏 感谢如是我们打赏 感谢金山打赏 谢谢这些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 思想先驱报 明天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